在奥特曼的世界有这么四个男人 他们来无影 去无踪 以恐怖无解的战力闻名于宇宙 贝利亚在他们面前也只配当条狗 普通的小杀兵更是连见他们的机会都没有 没错 他就是奥王 雷杰多 赛加 诺亚 或者称呼他们为神秘思奥 不过由于这四位的神棍属性 外加很少抛头露面 所以坊间又将其称呼为虚假的神秘思奥 于是对应了 坊间又将客串的Nexus TV的Max 09年的赛罗 和后山银河 称为真实的神秘思奥 本期阿兹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四位到底够不够格 被称作真实的神秘思奥 咱们先从09年赛罗看起 那年奥特意图的大敌贝利亚 在扎布拉系人的帮助下越狱成功 一个人拿着终极战斗仪 从奥特宇宙港砍到了宇宙警卑队本部 眼睛都不太眨一下 甚至连路过的狗都得挨两个咪豆腾腾腾走 最后在报答了当时光之国的第一战力 奥富之后 贝利亚大摇大摆地拿走了等一字横啊 使整个光之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就在这关键时刻 赛罗从少管所横空出世 以一己之力收拾了 怪兽牧场落单的几百头怪兽 最后在于贝利亚的Solo战中 也可谓是占尽了优势 几乎全程将贝利亚安在地上打 最后更是使用赛罗双射线将其击败 但贝利亚却并没有死 反倒是以自己雷奥尼克斯的天赋技能将怪兽的怨念融合成数百米高的贝牛多拉 不过众所周知啊 在奥特曼世界观中体型太大 有的时候是debuff 反倒是更容易成为众人的火把子 于是在众人的击火攻击之下 贝利亚多拉还没搞出什么麻烦就被击杀了 我来帮你 粉碎这个野心吧 我是不会死的 而赛罗也成为了此次战役中当之无愧的MVP 这一年赛罗虽然还没有收获各种各样的外挂 但表现力却是逆年作品中最炸裂的 以一击之力将团灭光之国的贝利亚击杀 并且整掌战斗写的十分轻松 几乎是全程碾压贝利亚 但从这部电影来看 赛罗的战力不仅给人一种傲富之上傲王之下的感觉 所以说09年是真实的神秘四奥是完全没有毛病的 第二个 克川的Nexus 你想知道克川的Nexus究竟有多强吗 你去问问绝对一族的小金剑就知道了 幼年形态暴揍小金剑 红色青年形态露锤败个八尊 想要碰死Nexus你有这个实力吗 众所周知 TP中的Nexus都是客面在打惯 属于是今天四周酸痛 明天头眼红花 后天可能就要原地去世了 甚至势能者都完备了两个 但在TP之后 Nexus仿佛吃了伟哥一般变得强硬无比 怪兽见了根本把持不住 腾起来甚至连自己人都得哀两下 不过这还不是最变态 关键是这个B还能随时随地的 切大号诺亚带打 诺亚是什么实力 还有我多说吗 一个眼神就终于让什么 小金人小金剑之流 闻风撒胆了 毫无夸张的说 客战的Nexus只要动了杀星 管理是究竟生命力 还是极恶贝利亚 才有某出都是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第三个提到Mexus 提到Mexus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 估计都是被贝利亚两棍子放倒 被斯兰星人注射 葛迪斯吸胞等等 最快增加甚至已经沦为一个笑话了 但俗话说 笑梗不笑人 老麦真男人 别当奥特曼上去 一棍子就放倒了 老麦一身上的扛了两棍子才倒 这还不能说明最快最强的含金量吗 开个玩笑 大家不知道是 TV中的Mexus才是真正的最快最强 并且Mexus的TV副本也是极其的变态 甚至最终暴死百万巴萨库 在整部Mexus的TV强度 都挤不进前五 全篇更是充斥着夜服务 摩迪乌斯等等之类的bug怪 除此之外 之前登场过的杰盾 巴尔坦先生等等 可算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各级 并且在整部剧中 几乎都是老麦 单枪匹马的作战 唯一一个来援助的杰诺 还是来纯打酱油的 被杰盾一个逼都删除了 720度的托马斯回弦 能在这种定运难度的副本中 逃出身边 可见Mexus的实力有多变态了 第四个 后山银河 坊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不论你有多强 后山银河永远在你之上 没错 后山银河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 只要是在后山 塔尔塔罗斯来了 都得跪下来求银河别杀他 后山银河到底强到什么程度呢 毫不夸张的讲 只要战场是在后山 那么银河就是神四级别的战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银河的战绩就知道了 黑暗扎机屌吧 Mexus能和奥特之神斑斑手腕的男人 可到了后山呢 却被银河单手拿捏 玩了灯都不但闪的那种 就把人家给休息了 古兰特王屌吧 一个人单挑奥特六兄弟 而不落下风 最后还得靠超级太罗出手 才将其打败 到了后山呢 人银河直接挂机 不屑跟你玩 好不容易掉线重联了 结果刚上线 就火速把人家送走了 并且这玩意儿 还是超级古兰特王 设定上 全方位超过 初代古兰特王的选手 后山银河的战力 你就说绝望不绝望吧 如果纯碟盒子比较的话 后山银河大于超级太罗 小于诺亚 反观神秘四奥呢 虽然战斗力非常了 但基本不战斗 就算是和光之国 关系最近的奥王 也很少会主动出手 帮助其他奥特曼 光之国真正碰到危险的时候 这个几个基本都是 阻望不上的 最后咱们再来简单概括一下 虚假的神秘四奥 整天当名语人 永远是打价 非常猛 但缺点是基本不打价 属于精神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 真实的神秘四奥 活跃在战斗第一线 基本在各自的领域 做到了无人可挡的程度 真出事了 还得靠这个几个 最后阿德强调 以上内容纯属不一乐 如果有什么不同观点的话 欢迎在评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